根据史记记载,商朝灭亡原因在于周王不修德,于是被修德的积州打败,大概就是所谓的人意无敌,无庸置疑,这是传统的道德表述,实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综合史料来看,商朝灭亡原因之一在于两线面临大敌,即东夷与积州,最终东夷叛乱牵制,消耗了商朝力量,让州人逐渐作大。 结果在牧野一战灭伤,现代考古发现,除了东夷与积州之外,商朝还面临一个强大敌人,而这个敌人的存在让西部的局势崩盘,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这个势力就是大名鼎鼎的鬼方,中国历史上的鬼族。 以现有资料来看,商朝与鬼方的关系一共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周易中记载高宗法鬼方,三年克之, 就是商王武丁时攻打鬼方,经过三年的战争,才把鬼方击败。 显然,当时鬼方实力很强,所以才三年克之。 其次,甲骨文中出现商王关心鬼方安危,记录鬼方帮助商朝抓捕强人, 甚至还有鬼方族人在商朝王庭担任小陈等,说明此时商朝与鬼方关系融洽。 第三,晚商时与鬼方关系再度下降,比如臣服于商朝的积州激利,攻打鬼戎, 属于鬼方部落,俘获二十位敌王,战国策还记载了周王处子鬼后之女等。 其后,鬼方没有臣服周朝,直到周康王二十五年时, 小于鼎明文记载,当时爆发一场激烈的战争, 周人大获全胜,斩杀俘获无数,有学者猜测, 这场战争可能就是周人攻破鬼方都城,此后鬼方一蹶不振。 故而史料基本不再提及,因此,周王十七商鬼关系肯定不好, 但问题是,当时鬼方实力如何,如果鬼方不堪一击, 那么对局势影响就不会太大,反之就会改变局势, 对此,史料上没有提及,但现代考古取得重大发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陕西榆林青剑县高节村镇李家牙村西部, 考古发现李家牙城址,经过多方考证, 最终却认为商代鬼方都城遗址,通过对该遗址的考古研究, 发现鬼方势力非常强大,比如以下三点, 首先,李家牙文化至少有三百处以上的小型聚落, 以粗放农业为主,定居程度很高, 而不是过去以为的游牧民族, 同时可见,鬼方在生计方式、礼仪方式、 社会习俗诸方面,都与晚上文化具有近似性,下图, 李家牙遗址出土鬼方石雕人像, 该遗址出土的三族问口沿上刻有鬼字陶纹, 与甲骨文鬼字大体一致,说明居住在这里的族群是自称为鬼的鬼方主体, 其次,十年前在遗址中又发现多组大型建筑基址, 其中一组面积不小于770平方米, 考古报告说具有礼仪性质的高等级建筑遗址, 因此, 鬼方已经形成了复杂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国家级正体, 第三, 李家牙鬼方文化遗址中不仅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包括众多的兵器, 而且还有青铜缩访, 甚至青铜武器风格还被商朝吸收, 比如授手刀, 马手弓刑器等, 因此, 官方给李家牙鬼方遗址的表述是属于青铜文化遗存, 据此, 可见鬼方人口众多, 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以及还有强大的青铜武器等, 无疑是一股强大势力, 更为重要的是, 商朝与鬼方的关系, 在晚上时, 的确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学者景中伟与王立新的《夏商周考古学》指出, 运程、 温习九屋头、 福山桥北、 林坟庞渡以及 晋中、 零石经界等目的, 为代表的商文化自南向北呈现状分布在坟河多岸附近, 这种分布态势, 很显然与竭力抵御来自坟河以西吕梁山地的李家牙文化人群有关, 显然, 这一考古发现表明, 晚商时期, 商朝与鬼方处于敌对状态, 而商朝为了防御, 已经扩散到吕梁一带的鬼方, 不得不在山西的中西部建立防线, 因此, 除了东夷、 激州之外, 商朝还有鬼方这一大敌, 因为东夷与鬼方牵制商朝兵力, 故而激州才能从容攻打商朝在西部的据点, 崇国西安老牛坡遗址, 后来崇国灭亡时, 未见商朝援兵, 同时, 因为这种牵制存在, 激州才能攻打远在长治的, 位于商朝核心区的李国等, 在激州与鬼方双重压力下, 商朝在西部只能面临系统性崩溃, 这是商周王难以改变的, 同时, 商鬼敌对还能回答一个谜团, 就是激州反叛之后, 商朝为何没有镇压的问题, 以前认为因为东夷存在, 商朝可能选择先东夷后激州的战略, 但实际上, 商朝对西部真的是无力处理, 因为面临鬼方与激州两个强敌, 能守住就不错了, 根本无力反攻, 总之, 既要打东夷, 又要防鬼方, 还要防激州, 贝多利分, 内部不敬的商朝焉能不枉, 有趣的是, 以当今世界来看, 似乎某个灯塔国, 就大致类似当时的商朝, 根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 鬼方并非我们传统认知中的游牧民族, 在陕西榆青剑县的李家牙遗址, 考古学家们揭示了鬼方的真实面貌, 他们是一个定居的农业民族, 拥有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礼仪建筑,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的青铜文化高度发达, 甚至影响了商朝的武器制造风格, 这一发现, 不仅改写了我们对鬼方的认知, 也为我们理解商朝灭亡, 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晚商时期, 商朝与鬼方的关系急剧恶化, 商朝不得不在山西中西部建立防线, 以抵御鬼方的侵袭, 这种情况下, 商朝的兵力被严重牵制, 无暇西顾, 与此同时, 东夷的叛乱, 也进一步消耗了商朝的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 激州的崛起, 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他们趁机攻占了商朝在西部的据点, 重国, 并进一步蚕食商朝的领土, 在鬼方和激州的双重压力下, 商朝在西部的防线最终崩溃, 这也为激州一举灭伤, 埋下了伏笔, 这段历史的揭示, 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商朝的灭亡原因, 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背后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商朝的覆灭并非单一因素所致, 而是多方势力角逐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 鬼方的角色至关重要, 他们的崛起和与商朝的冲突, 无疑加速了商朝的灭亡, 此外, 商朝与鬼方的关系, 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关系的复杂性, 尽管鬼方最终没有臣服于州朝, 但他们在商周交替时期的历史舞台上, 扮演了重要角色, 通过对鬼方的研究,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和民族融合, 回到现代, 当我们审视这段历史时, 不禁会思考, 在当今世界, 是否也存在着类似商朝晚期的复杂局势, 是否有其他力量正在悄然崛起, 改变着世界的格局, 历史的镜子总能让我们看清过去, 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未来的视角, 综上所述, 商朝的灭亡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而是多方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 鬼方的崛起和与商朝的冲突, 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段历史的揭示, 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商朝灭亡原因的理解, 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民族关系, 和历史变迁的机会, 古本, 竹书纪念说得很明白, 自盘庚喜阴, 至昼之灭, 273年, 更不屠都, 从未迁都。 那么, 昼王所在的昭歌, 又算是什么呢? 实书记载得很明确, 昼歌是昼王的离宫别馆, 事实上, 考古发掘也证实, 阴虚, 安阳, 一期到四期的文化是延续的, 并且在第四期, 也就是地乙, 地新, 昼王, 时代, 阴虚不仅有多达六十座的宫殿遗址, 第四期贵族墓葬所占比例, 占总墓葬比例, 也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 此外, 殷虚第四期遗址中, 教学, 灰坑分布秘籍, 这些因素都说明, 在昼王时代, 都城安阳人口稠密, 没有出现衰落中断迹象, 这些显然非昭歌考古一记所能比的, 这也进一步佐证了, 商朝的政治中心, 始终是殷虚而非昭歌, 都城不休城墙, 是商朝有意为之,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安阳独特的地理位置, 北有环水, 张水, 西有太行山东有大河阻隔, 只有南面是一片开阔地, 但殷虚之南, 却有昭歌这个军事重镇, 这种御敌于外的防御模式, 与后世秦朝凭借姚寒之险御敌, 而都城咸阳, 却不休城墙的做法相同, 当然, 商朝与秦朝的最终结局, 也是出其一致, 昭歌失守, 都城无城池御敌, 伤亡, 寒谷关窑关一破, 抵挡秦王自重国灭亡后, 周军可以从孟金渡过黄河, 进入商朝腹地, 而昭歌的军事存在, 却可以恶守黄河口岸, 所以, 周王常年驻守这里, 既可以防御西来的周军, 也可以就近指挥商军对东夷的讨伐作战, 当然, 昭歌军事作用的发挥, 需要商军主力在附近驻扎, 事实上, 早在蒙京官兵时, 周五王已经汇集八百诸侯, 对商朝发动了军事进攻, 但此时商军主力刚好驻扎在昭歌附近, 所以, 周五王借口女未知天命, 未可以选择了退兵, 周军的退兵让周王误以为威胁解除, 再次将主力调往东方作战, 结果仅仅过了两年, 周五王以突袭的方式再次东进, 商军主力回源不及, 周王仓促之中, 只好派奴隶应战, 结果身死国灭, 陕西出土的青铜七利鬼上, 曾有这样一段名文, 武征商为家子朝遂顶刻, 文肃又商, 上书, 牧师也记载家子媚爽, 王朝至于商交牧野, 乃是, 远道而来的周军, 选择在刚抵达牧野的黎明时分, 发动进攻, 也从侧面印证了战争的突然性, 可以说, 商朝的灭亡, 主要原因还是周王战略部署失当所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可以描述的那种もの,